1月5日,第36届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正式开幕 一组由冰块雕刻而成的加字鼓亮相哈尔滨 并且在中国冰灯发源地哈尔滨造林公园进行的演出 据集者了解,冰制加字鼓的创意者是哈尔滨打击乐协会会长刘进松 并由哈尔滨市当地的打击乐演奏员进行现场演奏 冰制加字鼓的原理与常规鼓相同,在演奏上基本没有区别 我们把它命名为龙江冰鼓,因为它包含了世界的,也包含了我们民族的 所以说结合我们当地哈尔滨地域的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就制作了龙江的冰鼓 这个冰制的加字鼓啊,就是从振动原理上是跟真正的原生鼓是一样的 所以说从演奏上来讲的话,跟真的鼓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们用它来制造乐器,也是想体现出我们冰城的这种音乐氛围 为大家创造出更好的音乐来 哈尔滨市打击乐协会会长刘进松告诉记者 由于冰制地特殊一碎,经过了十余次尝试,才成功制作成整套的冰鼓 冰是非常脆的,在我们研制的过程当中已经尝试十余次才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最主要是要让更多的游客知道我们这个哈尔滨既有冰天雪地的美景 还能有这个视觉的这个听觉的这个盛宴 记者在演奏现场看到,打击乐演奏员孙李东演奏了一首经典的摇滚乐 《花房姑娘》点燃全场氛围 冰制架子鼓的现场演奏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听觉、双重体验 现场游客纷纷拿起手中的拍摄器材,记录下这一精彩时刻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